好 昨天晚上你們有看 羽球的冠亞軍善 都有 都有 大部分都有 結果就因為前面那個銅牌中毒 也打得很激烈 所以本來以為兩局結束 搞到三局最後 所以前面時間拖得比較久 所以知道這個時間比較晚 林洋佩 中華拿第一個金 其實今年獎牌來得比較晚 最後看看就可能要靠射箭 靠拳擊等等 羽球能夠拿到金牌真的是不容易 而且連續兩屆 兩屆拿到金牌 他們也沒有 所以是開封期之先 而且這次七連勝 運氣也不好 抽籤是死亡之組 那一組裡面很多很厲害的組 要一路打贏 這也不容易 除了實力 也是要點運氣 有沒有碰到線 線內 線外 說實話 我們打過 網球打過乒乓球都知道 有些時候還是碰到網上掉下來 有的時候還是有一點運氣 當然技術很重要 不簡單 賴清德致電給他們說 你們為國爭光 然後說全國應該放假一天 很多網友都認為說應該放假一天 大家來慶祝了 普天同慶 柯文哲也是說台灣因為你們而驕傲 也是炸戰他們 朱立倫在國民黨發了200份雞排 說如果將來林玉婷 如果再拿金 再加碼 本來因為李洋是金門人 所以金門縣政府才會比較好錢 給他特別加碼 結果講話說我也加碼300萬 王麒麟就變成573萬 台北市說要蓋世界級的國際羽球館 其實他們上次打完以後 羽球就很熱門了 我到那個 我在哪一個區 好像是中山區的體育館 我打啊打羽球 分了好多組在那邊打啊打 打得很熱烈 所以這會帶領風氣的 但是因為他們現在 戴資源要退休了 這次還戴傷 因為運動久了以後 都會全身都是傷 李洋要退休了 網路就說那2028年到底誰去打呢 到底有沒有後起之秀 也不一定喔 也許有後起之秀 好 到底怎麼我們看一下 羽球男雙金牌戰 總統全程警釘一度還開完掃 說全國應該放假一天 而就在林洋奪牌的第一時間 還打給王爸爸倒喝 我是王偉憲 不是王岐霖 總統叫我王岐霖 哎呦 總統你是不是太興奮 叫錯名了 因為總統的聲音聽起來 真的很嗨 我們在用最正的掌聲 感謝他們兩位為國家拼贊 而總統布置打給王爸爸 凌晨一點左右 call out王岐霖 劈頭先說恭喜 也提及王爸爸去爬七星山 果然帶來好運 王岐霖笑回爸爸不止爬山 還喝金牌 令總統跟李洋通話時 大讚他很冷靜默起家 我們要在既有的273萬獎金的基礎上 再加碼300萬的奧運金牌 連霸專項獎金 也就是說王岐霖跟李洋 除了國光獎金2000萬外 王岐霖另外可再拿 北市發的573萬元 另外李洋戶籍所在的金門縣府 則會發出550萬 李洋奪金舉國歡騰 地方政府也相互照鏡 其實昨天晚上 大家相信大家都睡很晚才睡 真的李洋配 真的打出一場讓全國 我們臺灣同胞都非常感 都很感動的一場比賽 也是臺灣在2024年巴黎奧運 第一面金牌非常不簡單 因為這邊也要稍微透露一個小秘心 因為剛好李洋也是我們 他的爸媽他是金門人 他爸媽也是住在中和 所以我們中和也有宮廟 特別因為他要打這個金牌賽 也是為他祈福 所以真的是很開心這樣的事情發生 未來再如何獎勵這些球員 或是給這些球員運動員 未來的一個生涯規劃的時候 其實是要好好來去想一想 是不是有給企業足夠的誘因 以及長期從這些小運動員 從小到大 一個整體的培育是有個整體的計畫 而不是說可能就是說 得到獎品大家就開始加碼 或是拍拍手 或是說要放假一天 我覺得這不是長久之計 念頭 昨天大家超High的 因為這個不只每一個球 大家在群組裡面 對 打中 打中 然後這個大力 這個小力 大家就變成一個羽球一日專家 從旁邊的就是說 我們臺灣隊的教練比較沉 然後大家說中了嗎 中了嗎 對手的教練就很High 好像那種很有戲劇效果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民 因為我們今天 因為我們講林陽佩 他得了金牌 所以我個人也加碼了100杯的珍奶 在台北跟桃園發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 我想說真的大家都有看嗎 因為我自己就是全程看 確實大家都有看 我們對面那個社區的 不管他年齡層怎樣 說我熬夜 我熬超晚的 我就是把它看完 所以這種是 臺灣喜歡的團結的氣氛 過去這幾個月 臺灣實在太撕裂 太分化 太衝突了 這個我們講得金牌這件事情 正好讓大家兜籠在一起 我覺得那個感受 是史無前例的感動 J.K.羅琳一直批評林玉婷 說他性別有問題 《時代》雜誌說 臺灣一致反感 而且讓奧運蒙上陰影 變成一個文化戰爭 因為J.K.羅琳 他寫哈利波特的時候 臺灣小朋友很喜歡看 那個時候 他最近就搞到 性別的這些問題 郭正亮說體育署有責任 所以因為上一次 上一次的亞錦賽 他是因為國際的權種 用性別生化指數 說他異常 所以當時他是54公斤 林玉婷很特別 他打過51公斤 54公斤 現在打57公斤 他們有時候增一點胖 有時候減一點胖 國際拳擊以後把它取消 體育署當時揚言要抗議 結果以後雷聲大雨點小 所以郭政委他做過 體育署的副署 他說當時應該一直窮追不捨 把獎票追回來 怎麼就算了 算了好像一副就是默認了 另外現在有國際奧會 跟國際權種 國際奧會就是說 國際權種的檢驗是不合理的 用什麼深化什麼檢驗不合理 國際奧會他們是檢查荷爾蒙什麼 他反而有他們指標 他們認為國際權種有問題 所以國際奧會去年以69比1 通過國際權種斷絕關係 就是國際奧會跟國際權種斷絕關係 國際權種認為被控匯賂 操縱比賽 所以就是國際權種中間有很多問題 所以國家會不承認他 我承認我自己的檢查 根本不承認你 你不要來亂 另外林玉婷說他帶著大家 全台灣挺他的力量要走到最後 他現在至少有銅牌 看是不是能夠打進金牌 他也希望能夠打入金牌 另外他以前上節目穿浴衣 說你看他超青色的淡妝的模樣 所以粉絲說看起來就像個小女生 怎麼要是個男生等等 好吧 到底怎麼看 來 嘉宇 到底怎麼樣 確實林玉婷這次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對待 尤其是JK 羅琳 特別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在國際上其實引起很多的爭議 我想全台灣的人 當然都是站在林玉婷這邊 為他加油 因為不是因為他的外表 而是因為他這個堅嫩的個性 跟這個每次在場上 拼搏的勇氣跟鬥志 他也知道說有這麼多人為他加油 所以其實這場比賽 大家看得是特別的感動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何去支持我們的體育選手 因為其實這一次 大家也對過去不管是單向協會 等等對於選手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 也是有一些討論 所以還是希望藉由這一次的奧運 能夠讓大家更重視體育 更關注我們的選手的表現 林玉婷這個事情 我真的特別要講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感 就是我們體育署的角色 因為我們當然都知道說 沒有錯 大家絕對會力挺 林玉婷 因為她蒙壽不白之冤 她從頭到尾 她並不是一個身手 她是一個在參加比賽無數戰役 她這次是以第一號總子 球員的身分去參加的 她是非常非常強的選手 好 他為什麼會無望之災 就是非常爭議被認為 有收受賄賂操縱比賽 不法貪腐行為的IBA權總 他們在2020年選上的是 俄羅斯的會長 叫Krumlov 這個俄羅斯人 據說跟普丁是好朋友 所以這裡頭當然也被大家認為說 可能也有點地緣政治的問題 但是他們上來以後 真的很奇怪 採取了一個全部所有其他比賽 都不採取的一種檢測 就是去檢測你的染色體 可是他的檢測方法到底是什麼 這個染色體的檢測 是否經得起科學的考驗 以及檢測報告為何 他通通都不公布 通通都不公布的情況下 就莫名其妙把我們林玉婷的 那個雅錦賽的獎牌就取消了 取消了之後 當時我們的體育署做了什麼事 他找了專家學者來開會 這裡頭還包含醫生 還包含認為說 可能去檢查染色體的這個部分 如何如何 他們都做了很多的討論 討論的結果就是說 林玉婷沒問題 我們應該要去幫助他申訴 結果你幫助他申訴以後 他們還對外宣布說要 他們要去申訴 可是這個Kremlev就是克里姆列夫 這個俄羅斯的會長他怎麼說 他現在對外說 因為台灣你這個選手 中華民國這個選手 沒有來申訴 所以表示他心裡有鬼 好 那到底變成羅森門了 究竟我們體育署是有去申訴 還是說這個Kremlev 這個俄羅斯級的會長說謊呢 今天是一個關鍵 因為今天晚上的7點 國際權總 就是這個Kremlev的權總 他要開國際記者會 因為後來跟他槓上的是 奧運的主委會 因為奧運主委會覺得 你們實在太過分了 明明這個林玉婷 也不是變性的人 然後他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小女生 而且他們不只他 那個阿爾及利亞的凱利夫 也是無望之災 這個凱利夫 他們阿爾及利亞是穆斯林國家 那個國家先都不要討論 這些什麼性別爭議 那個國家是不准變性的 也就是說他如果真的是 什麼跨性別者或什麼的話 他就已經在阿爾及利亞坐牢了 他還出來跟你比賽 所以就是這個權總的 這種說法跟決定 造成這些人潰擾 這個凱利夫當時 他們 阿爾及利亞很奇怪 他們確實有去跟國際權總 在IBA申訴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申訴到一段時間之後 他又把它撤回 這個原因因為是發生在阿爾及利亞 原因我們不知道 但不管怎樣 台灣並沒有敲鑼打鼓 拚命的為我們的選手權益 被取消講台這件事情 沒有強力的做 這個是政府的失職 我最後要呼籲 大家很氣羅琳 寫哈利波特這作者 可是你去告他 你不一定告得贏 因為他認為的 提供的消息來源是這個權總 我們並沒有對權總 真的進行國際訴訟 我覺得我們國家的領導人 特別是民進黨政府 從上來以後 整天都沒有想到 你就是公權力 每次支持我們的什麼球員 支持我們的誰 就是一張臉書照片 總統 副總統 前任總統 輕飄飄的貼一個照片說 我們支持你 講話有用嗎 嘴巴Lip Service有用嗎 你為什麼真正該幫選手 爭取權益的時候你不給他 大家還記得戴資穎當年 去東京奧運的時候 你連商務艙都不給他做 這就是我們的體委會 體育署你做了這些問題 還不知道檢討 真的 拜託拜託 讓我們第一線的辛苦的選手 不要自己去面臨 這種大的壓力跟災難 好 最近國際奧運 跟國際權總 為了選手的性別 林育成的性別 好像在爭論 國際權總就要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 結果沒有辦法給證據 因為你拿出證據來 他沒有拿證據 他說是台灣要求不要公布細節 台灣的奧運就抗議 說我們沒有要求 我們要求他什麼 我要求他 他會理我的要求嗎 怎麼這樣亂講 就要告 現在決定要告他 國際權總就批評林育庭 但是三個小時開記者會 沒有證據 所以國際媒體 很多國際媒體也生氣了 記者也問 也生氣了 你到底你幫我們找來 你只有給個證據 你有沒有憑空講 德國媒體當場嗆 你從俄羅斯公司拿了多少錢 因為他原來主席他是俄羅斯人 聽說跟普丁很好 另外國際權總說 他們對他們的檢驗有信心 而且說是有法律約束力的 但是講不出他為什麼 拿不出證據 就是說我們講他不合格 他沒有上訴 他沒有上訴 所以表示他承認 所以澳會也被罵 所以開始說要討公道 後來怎麼就無聲無息的 IBA說護照上的性別不重要 那不是真的性別 大概是這樣講的 國際權總是檢查XY染色體 國際澳會他25年以前 就不檢查XY染色體 對所有的選手 他做搞固酮的濃度的檢測 看你搞固酮高還是低 如果不到什麼地步 女性就搞固酮很低 他用這個來檢驗 國際權總說台灣權協要求 不要透露資訊 台灣權協是否認了 好 那麼主席又扯說 台灣是中國的 又很政治 另外江啟是說不應該有政治干預 怎麼搞得好像變政治一樣 國際澳會說他毫無言是女人 他就是個女人 我們講他就是女人 中華澳會也現在要發警告函 給國際權總說你們在干擾 這個林玉婷 那因為國際權總呢 他的裁判曾經因為表現不公 財務管理適當 還有什麼收匯款等等之類的 被國際澳會停權了 國際澳會說我不承認這個國際權總 他根本不是這個我們承認的單位 等等等等 25年前呢 國際澳會就廢止了 用傳統的性別檢驗 我們看一下 IBA5日召開記者會說明 面對性別提問很少正面回答 針對性別爭議 全程也未提出任何證據 和現場不少記者 幾乎不再同意頻率 繼續跟記者跟國際澳會IOC 各說各話 現場還有一名台灣記者 直接正面對決 但IBA不僅瘋狂跳針 謹稱一切都以IBA規則為準 接著鬼打牆表示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外媒也炮轟 中這場記者會亂七八糟 時代雜誌說 IBA記者會混亂不堪 BBC稱 IBA增加混淆狀況 衛報說 全級選手喊霸凌 IBA卻加倍強硬態度 紐約時報 IBA加劇奧運動盪 我認為整個程度是違反 因此並不是我為了 職員或醫療 但我明白整個程度是違反 從最初的程度 IBA回應他們毫無疑問是女人 並證實IBA透過信函報告檢測狀況 陳柯黎芙和林玉婷具有男性染色體XY 不過根據IOC指出 實際上隨著醫學發展加上傳統性別檢測 被認為侵犯基本人權尊嚴 早在1999年就被禁止 老闆怎麼看 這個問題 其實我應該選擇不講話 因為現在國內是一片老的挺他 總統副總統都講話了 這個跟國家的面子 還有捍衛我們選手的參賽權 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這個問題要真的 要變成徹底的把它處理 其實只有兩個原則 一個是科學 一個是公平正義 先講比較簡單的公平正義 我們很多人的文章都在講 你捍衛他的參賽權 是捍衛性貧主義的權利 我覺得這是恐怕有一點誤會了 因為美國這幾年最大的爭議 就是很多transgender 就是誇性別的 他本來是男孩子 但是他選擇做女人 所以他開刀了 打藥了 就是已經不再是男人了 但是他們去 尤其是游泳比賽 首相無敵 那讓很多美國有錢人家的社區的俱樂部 家長們費勁心思培養自己的女孩子 要參加游泳比賽的 通通輸了 他們說不公平 因為他經過手術 經過藥劑以後的力氣 還是比我們的女孩強 把她擺在一起比賽 是對他公平呢 還是對我們的小女孩不公平 這是可以討論的 所以今天又要回到一個比較難處理的 就是說他的性別到底是不是女的 那當然我看到一些挺他的 這個醫學方面的專家們 他舉了很多很偏離的 很小 就幾千人才有一個的 這個其實60年前我在唸醫科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就是說男的是男的 女的是女的 也有陰陽人 但是也有假性陰陽人 這個才複雜 這叫修多 修多就是假的 Harmaphrodism Harmaphrodism是雙性人 所以你看這是很複雜的 但是這些人到底他的運動能力 是不是比純的女性高一等 這個沒有人研究 因為這些人 第一不多 第二點 他們很少變成運動員 第三 他變成運動員 他也選擇不要參加 何必 我跟你講 我再另外講一個故事 多年以前紐約有一個網球選手 他也是醫生 我記得他的名字叫 RENIE 他首相無敵 贏了很多 他的小孩也都認為他是媽媽了 不再是爸爸 後來他贏了很多場的比賽以後 他退休了 他後來後悔了 他說我的醫生去跟這些人比賽 然而我贏了 我認為我是不應該 因為我贏的不公平政大 因為我真的在某些方面 在運動所需要的這種特質方面 我是搶他們一等 所以他後悔了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要把這位選手的 到底他是不是距離女性有多遠 他這個如果不是女性 而有一個差距的話 他因為他所帶來的體力上的優勢 是不是造成他比賽的優勢 我覺得這個要決定 我覺得我們一面倒的 以國家的面子 以這種榮譽來捍衛他 我覺得我希望大家稍微保留一點 我們再看一下相關性 中方社會中國人的就是一些傳統思想 就會覺得說 女生為什麼不好好的讀書 你去跟人家練什麼體育 六年前林雲婷拿下亞裕銅牌 當時22歲就透露自己練拳 受到性別歧視 甚至國中照片也曝光 是一個很清秀的小女生 沒想到現在再戰奧運 保底銅牌又陷入性別風波 國際拳總大動作開記者會質疑 先前也咬定林雲婷2023年性別生化指數異常 失格也喪失銅牌 反國檢測都符合規定 但所謂的性別生化指數 是側禁藥跟性別無關 想測是男是女還是得靠染色體來檢驗 而台灣運動禁藥專家許美智也力挺 質疑國際拳總到底能不能正確解讀性別報告 也說外觀搞固同濃度跟染色體 但因判別會跟事實有落差 畢竟國際拳總判斷標準在哪都沒說清楚 至於台灣拳擊協會也回應跟國際奧會 是同樣的立場跟態度駁斥相關言論 現在因為他被國際奧會給除名了 那他可能為了想要炒作一些新聞 國際奧會也會給大家一個正確的答案 那就好了 那我們實體下說實在的 你再去討論這個 對選手也好 對國家也好 都是一種傷害 就連專家斗力挺質疑國際拳總的判斷標準 也說奧會都說沒問題OK了 希望紛擾快結束 讓玉婷全心全意回歸場上 拼出更好成績 我覺得現在就是讓科學證據說話了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到國際奧會上頭 如果在去年試錦賽的資格被取消 他們也說把相關的證據資料 提供給國際奧會 但國際奧會還是認為她是女性的話 基本上應該要予以尊重 現在這麼大陣仗的召開這個記者會 是不是因為林玉婷她太過具有威脅性 威脅到了某些選手奪牌這樣的可能性 我覺得這也不能夠排除 那既然今天這個國際拳擊總會IBA 他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而且一個記者會大家都知道 長達三個小時 但是他卻沒有辦法出示相關有力的證據 結果淪為各說各話 那甚至上我看到在這個新聞報導上頭 還有說這個記者在問他們說 這有沒有可能是一種性別分化多元性 也就是DSD的時候 這位Chris Roberts他就講說 也就是這個總會長 他說這是有可能的 如果他是DSD的話 他有可能是女性 那記者就追問他說 如果說用染色體的判別不適合 而且IOU也沒有要用染色體做判別 而且他們已經做出了 他們認為的這個合理性的報告了 然後你又沒有實證的基礎 如何能夠指控他就是一個男性 所以任何事情 如果現在已經到了這個國際奧會的賽場上頭 就應該讓證據來說話 而不是召開一個三個小時 然後大家一場空 越搞越混亂的一個記者會 然後大家搞不清楚狀況 反而對我們的選手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事實上在這個事件上頭 我們認為說這個體育署絕對要捍衛我們選手的權益到底 畢竟我相信現在大家在那邊聚焦在他怎麼XY染色體 然後他的身分上頭的性別的認同 或者是他的外觀是不是男性跟女性 我覺得這都已經太過超異了 因為他今天是逐步的過關斬將 到了這個國際的賽事上頭 不到最後不要放棄 因為現在他已經是在這個 眾所關注的焦點當中 回到這個奧運的話題 我也想要再抓一點時間聊一下 剛剛唐嘉宏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昨天看到他在出賽的過程當中 我個人覺得最感動的一個地方 是他在上台要頒獎的時候 他跟這個中國的選手站在一起 這個中國選手本來在跟他聊天 然後沒有意識到自己要往前 結果唐嘉宏還跟他說來一起往前 他們兩個其實具體的展現出來 在這個賽場上頭可以競爭 但也可以對話 也可以相互的肯定 而不是全面的否定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好的運動的示範 好 那麼台灣女拳王林玉婷 她現在打到是台灣全球 除了沒有這麼好的成績 57公斤 她曾經打過51公斤 或者54 57 他們是這些全球手的要看 對手怎樣 我要增胖 還是減重 林玉婷第一局第二局就贏了 到第三局的時候打到笑出來 大家覺得她一定贏了 所以第一次打進奧運金牌 當然她現在她的性別 就是反正找過來找過去 我只是好奇 她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打 她打了15年還是20年 開始也沒 都打贏 打輸的時候 人家怎麼不講你是個男的 不是這樣嗎 假如說你是男的 一開始我就打贏 一開始常常有贏有輸有輸有輸 打了很多年了 才打到今天這個地步 今天不行 今天是個男的 所以這點有點怪 他也是輸過 輸的時候為什麼不說 男的被女的打敗 好吧 她的教練叫曾志強 說感觸很多了 說這一步兩個人走了15年 也是很辛苦的 另外她的陪練員說 她的訓練對她說我們幾個臭男生 她體重一般都是54到57公斤上下 她怎麼看她就是個女生 跟男生比她就是個女生 她怎麼變成個快性別 就是培訓員 就培了培訓人 另外她今天她的金牌對手 是波蘭20歲的新手 而且今年還參加市議員 只是沒選上而已 很厲害 而且是黑馬 也是很厲害的人 能夠打到這種地步 其實都是滿厲害的 在各國可能都很厲害 土耳其這個選手決定打輸 他就雙手比X 因為女性是兩個X嘛 那開始還滿有風度 選輸了就火大了 所以就比出X 林雨婷還沒有風度說 感謝對手跟我一起打出好成績 沒有她的話也不會有我的成績 好 那麼網路就說 她風度零分了 而且她的IG帳號改成不公開 大概很多人去罵她了 我們看一下 林雨婷擊退土耳其選手卡拉曼 挺進金牌戰 但對手現在被罵 輸不起失去運動家精神 關鍵就在 林雨婷跟她五手沒有回應 還比了雙X的手勢 一指女性染色體 前一戰八強賽對手也比同個手勢 但雨婷還是很有風度 跟對方止謝 每一場都有人比啊 她可能會覺得 你沒有跟我正面對決 心服口服的 不然她不會來幫你拉繩子 教練幫忙還家 但粉絲可吞不下這口戲 卡拉曼IG發文 Tag Bali2024 底下網友冠報說 又一個輸不起的笑死 更說如果你有質疑的話 就提證據啊 怒槍自己菜就多練習 怎麼不一開始就聚賽 打不贏彩筆手勢啊 對此雨婷高中校戀 看到證物也是滿滿心疼 當然會心疼啊 但是我們就說看到 就當作沒看到 如果你在意的話 那真的就是 你中了她的計 拜方來拉繩鞭 讓雨婷好下台的意思 這個說實在的 感覺上是不是很好 希望雨婷不受紛擾 但JK羅琳又再度發文 說被女性運動員照片來轟炸 網友說不是所有女生 都是芭比娃娃 但這就跟不同形狀的馬鈴薯 要證明石頭可以吃一樣 我看得出差別 你們都很荒謬 甚至連俄羅斯 也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指控 西方國家放任兩名男性 對其他女拳手施暴 暗指李玉婷跟阿爾吉利亞 選手克利弗就是男生 在歐洲的比賽賽 女生和比賽 公共承諾對其他女拳手施暴 對其他女拳手施暴 性別正義從奧運延燒進聯合國 但國際奧會先前就強調都沒問題 希望紛擾快平行 讓選手能專心回歸賽場 主委 我想我們醫界要出來幫林玉婷講講話 搞固酮一般食物裡面就有影響 我們現在常吃麥當勞 常吃什麼那個 都用生長技術在弄 那個也會 那個是Steroid的衍生物 Colosteroid的衍生物 所以你搞錯了 搞固酮在它身上沒有偏膏 沒有偏膏 沒有偏膏 所以你要做的話你就做染色體 抽血去做染色體就可以確定了 剛剛沈大佬說他有做染色體 我是不知道 他們現在沒有公佈染色體的結果 沒有公佈 當然有假性陰陽人 陽性陰陽人等等 但是先公佈染色體就可以來 以前是直接脫褲子 現在沒有那麼野蠻了 所以一屆要出來幫他捍衛一下 志軒 這個林玉婷的事件 我覺得已經從運動賽事 衍生到一個國際政治的事件 我的第一個感受是什麼 我看到賴總統 他在臉書上面發文 蔡英文總統也是 但是我認為現在林玉婷 所面對到的國際政治壓力 跟這種針對性別的質疑 賴總統可以做的應該要更多 身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如果我是他的幕僚 我會建議他 你這個其實已經足以 讓你開一個國際的記者會 去踏法去譴責這些國家 對於林玉婷這種批評 比如說像剛剛俄羅斯 從頭到尾這 剛剛俄羅斯是什麼事情 我都不懂 你出來講一大堆關於林玉婷的事情 因為國際權種的理事長 是俄羅斯 就是這樣子 你這個不僅就會讓我們想像 俄羅斯的背後是不是有什麼壓力 為什麼他要做這樣子的言論 身為台灣中華民國最高的領導人 賴清德 我覺得他應該要有更大的力道 去捍衛我們的運動 林玉婷 在林玉婷身上 我們看到很明顯的就是一種 真的是高度跟精神 從一開始有人對他質疑 包含羅琳等等 他講了什麼 他說應該是因為他們會害怕我吧 這展現出了一個運動員 該有的風度跟高度 再到我們剛剛看到的畫面 這樣子俄羅斯也好 這些人講出這樣子的言論 這個林玉婷也是一樣 而且甚至這個X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以前曾經是運動員 也有很多人 這種做出這種挑釁的行為 你要能夠抵抗住那種壓力 專心在你的拳賽 專心在你的運動上面 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還有非常強的抗壓力 他還是一樣保持他的風度 這也是讓我們台灣人 以他為榮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在此時此刻 尤其他將他打到的思想 第一次我們打進這麼好的成績 值得我們全國的國人 一起來支持他 大陣 是這樣 這個問題很複雜 但是我們現在台灣 上上下下是一面倒 包括我們的總統跟副總統 都一面倒挺他 所以我不太同意陳世勳議員 剛才的講法 我其實建議大家可以挺 但是總統跟副總統 在沒有百分之一百 明確形式明確證明以前 我覺得總統以總統之尊 應該少講話 這畢竟只是一個個案 我禮拜五在本節目裡頭 我有講到這件事情其實 如果你追究 一路追究到底的話 只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科學 一個是公平 那公平的問題在台灣 是比較沒有爭論 在美國最近這幾年 爭論的是什麼 是誇信別的參選 參賽權 那誇信別的很多 不是說他心裡想什麼 是真的開刀 砍掉了 所以他說我不是男的 我已經手速了 結果他去參加比賽的時候 手向無敵都贏 所以那些真正XX的家長 很不服氣 我花了一輩子的力氣 培養我女兒結果都輸你 但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台灣不多 所以公平性問題 我覺得可以暫時撇開一邊 第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是科學 也可以講是醫學 醫學現在如果它是XX 有假包判百分之一百的女人的話 那就沒有問題了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看到XX的文件 或者是檢驗的報告 但是我覺得他就算不是XX 是XY或是怎麼樣 我認為他的第二性徵 就是非女性的第二性徵 大概很不明顯 所以從出生護士小姐 那個婦產科醫生抱給媽媽的時候 就把他看成女的 那他媽媽一路也把他 用當作女孩子養大 所以他男人的性徵不強 但是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人 我猜得沒錯的話 這樣的人如果變成一流的 國際性的選手的話 他有沒有佔人家的便宜 這一點我不敢講 這一點我不敢講 是不是還是有優勢 有人想說他的肌肉 肌肉的力量強一點 也就是說他骨骼比較強一點 就是佔了便宜 這個我覺得我們的 這個Sample Size 這個樣件的件數 沒有多到可以下一個定論 但是我覺得歸根究底 還是你到底 雖然現在有不同的看法 說有很多稀有的酵素 會影響他的性徵 我還是歸根結底 你到底是不是XX 好 那麼這個性別爭議 延燒到聯合國去 俄國做聯合國大臣安理會 說西方國家放任男性 對女權手施暴 那這次牽涉女權手 剛好兩個人 一個是我們 一個是阿爾及利亞 我們因為聯合國沒有席次 所以他在那邊亂講沒辦法 但是阿爾及利亞的外交官 強烈不滿 當場博士 除了你在搞政治因素以外 這件事無庸置疑 他就是女的 這個女的叫做克里夫 也是在巴黎橫掃對手 不在乎性別爭議 也是打得還不錯 賴清德現在說要求體育署 嚴正抗議要採取法律作為 另外他們現在賴清德說要成為 每個台灣英雄的最堅強後盾 因為台灣修組遭到謠言攻擊 所以行政院的時候 我們已經請律師再蒐證了 因為這東西也不是 你總之有些證據 猜一下 總統很好心 挺國人的參選權 但是我覺得他應該先問一下媽媽 還有請問一下醫界的看法 然後才說律師 你要為台灣的面子 要抗爭到底 如果這些你都沒有做到 你總統之尊下令律師要這樣做 我要是總統府的律師 我會很為難 好吧 行政院說已經請律師蒐證了 法律行動在比賽以後進行 因為現在還在比賽 另外因為他是新北市民 所以新北市今天在凌晨3點半 體育局舉行直播 為林玉婷交由打氣 然後侯友宜跟她通話 林玉婷回應侯友宜說 我會把金牌帶回去 有信心 另外侯友宜跟林玉婷的媽媽 林玉婷的學弟妹都在看直播 她媽媽說很心疼女兒被誤解 她媽媽都睡不好 侯友宜說8月11號就是決賽日子 要讓所有詆毀的人閉嘴 因為她一定可以拿到金牌 我們看一下 總統會不會很心疼玉婷啊 會不會為她跟裝正經 一個微笑沒正面回應 倒是臉書表達不捨心情 總統賴清德審夜發文寫道 儘管玉婷參賽資格毫無疑問 國際奧會也一再公開力挺 玉婷仍承受許多不公平壓力 我跟國人一樣都感到心疼和不捨 第一時間我則請體育署務必嚴正表達抗議 採取相應法律作為 為她主持公道 而體育署也強調依照律師 警告國際權總而且不排除提告 不讓流言蜚語影響選手心情 才能發揮百分之百實力 凌晨故鄉新北市也集結 辦直播派對替李玉婷加油打氣 新北的驕傲 新北的榮耀 新北的榮耀 看她捲入性別爭議 和友宜則霸氣力挺 就算林玉婷已經成功奪下金牌戰門票 但性別依舊是被攻擊話題 場外受了委屈 政壇不分藍綠 要說選手最強後盾 而中華代表隊至今已確定 六面獎牌入袋 後續跆拳道和主中項目 仍有奪牌實力 傳出總統府為了向奧運英雄致意 在8月15號將舉辦盛大歡迎會 並破例安排空軍雷虎小組 釋放彩煙在總統府上空衝場 鼓勵選手們的亮眼成績 要讓事件看到台灣人實力 來 逸祥 我覺得這個奧林匹克這件事情 真的是鬧成一個國際的大事件 其實奧林匹克自己的主席 奧會主席 我覺得他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林玉婷出身是女性 我們這個應該理解 因為她的身分證號碼 據了解是二開頭的對不對 這沒有辦法去改 出身是女性 生長也是女性 護照上也是寫女性 過去的參賽也是女性 從團之間因為一個組織說 他是男性就變男性了 這是不合乎邏輯的嗎 這是奧會的說法 事實上如果你要說 這個去質疑 這個林玉婷性別這個組織 他到底有沒有公信領的話 我就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這個組織國際權總 真的是笑話一般 2017之前 弊案連連 包括收費 行賄都有 結果2017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找一位新主席來 這個主席是被控 被控國際毒銷 還被美國制裁 被美國政府制裁 作為這個國際權總的主席 然後結果發生什麼事 2019年的時候 奧會投票說要停權這個組織 認為國際權總有問題 沒有辦法繼續跟他合作 先停權 之後再看要不要除名 結果2020年他說好 我再找一位新的主席來 這位新的主席是俄羅斯人 他的主席標語是這樣子 不是說我不會貪污 不是說我會改變改革 不是 他說我相對人家 我追乾淨 相對人家 我追乾淨 好 2020年他選上之後 立刻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把國際權總的總部 從瑞士遷到俄羅斯去 第二個 把所有其他戰術商 全部都除掉 後來把俄羅斯的國營企業 作為唯一的贊助商 第三個 他把烏克蘭停權掉 俄烏戰爭 烏克蘭停權掉 第四個 恢復俄羅斯跟白俄羅斯 在自己國家民意參賽的一個資格 所以大家覺得很奇怪 你幾乎不是在顧及 這個國際權總的發展 你只是在保護俄羅斯 當然覺得很奇怪 所以後來奧會又開始把它停權 又停權掉 甚至於就是說 你未來沒有參與我們奧會的一個資格 但是說到這個性別爭議 其實這特別有趣 我跟你說 2023年 就是林育廷跟愛及利亞這位選手 被停權的那一年 為什麼愛及利亞這個選手 先會被停權 就是因為他當時在準決賽的時候 去打贏俄羅斯的選手 打贏之後立刻被停權 沒有辦法去打冠軍賽 這是愛及利亞選手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因為他是先發 後來才有林育廷的事件 所以我為什麼要講這個組織的 一個歷史脈絡 就是大家可以從中看到 這組織到底有沒有公信力 一點公信力都沒有 所以他今天在奧會開了一個 90分鐘的記者會 胡說八道 胡言亂語 讓國際社會 國際制度看不下去 甚至於說直接公開嗆聲說 你開這記者會沒有重點 你提不出任何證據來 你從頭到尾就是你一個人在說 而且後面都是一些 俄羅斯的一些象徵 跟一些神像等等 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我還是講一句話 我覺得澳會主席講得很好 出生是什麼 生長是什麼 過去參賽資格是什麼 這一次參與澳會 他是以女性參賽 這個不過是剛好而已 他國際權總有說了 所以他之所以不公布資料 是因為台灣的什麼 權集結會要求 我才不相信 台灣權集結會有什麼力量 都被判成這樣的 我說你不要公布 不公布 我說我當然公布 你明明是個難的 我還不能公布 全部亂扯 我也不認為 台灣權集結會否認 說我們沒有去要求這個東西 所以這滿奇怪的 藍軒 對 我覺得這個事情 鬧到現在這個樣子 是真的有點誇張 但是我覺得在沒有任何的 證據證明林玉婷不是女性之情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 支持 應該贊成 讓她繼續打下去 就是相信她說的 相信她是女性 我覺得一個女性要如何 證明自己是一個女性 或者一個人要如何 自己去證明自己的性別 今天我覺得回過頭來 今天在國際奧運 你要不是 我覺得如果我說 我覺得因為這個要檢查的問題 我覺得有幾個層次 第一個過去來說 為什麼要檢查搞固酮 因為是禁藥的關係 大家為了希望你的賽事 表現得很好 大家都注射搞固酮 讓自己看起來 跑得更快 跳得更高 游得更猛 不是這個樣子嗎 但現在的搞固酮 又有出現另外一種可能危機 就是剛才老大說的 就是經常會有一些可能 男變女 女變男 多半是男變女 可能因此讓這個國際賽事 出現不公平 所以不管是說你打搞固酮 呈現了不公平的這樣一個競賽 或者是說你以男性 但是後來變了性 因此導致競賽結果不公平 我覺得那是這兩件事情 讓這個性別跟搞固酮的測驗 結果如何受到關注 但是問題在於說 現在這個事情看起來 顯然不只是這個樣子 因為國際會有國際好益的標準 如果能標準 搞固酮就好像是10 就有一個標準在那個地方 理論就沒有超過 所以沒有超過 第一個 他沒有註冊搞固酮 因此讓他的運動的表現 超出自己應該要的水準 第二個 他不是 因為他並沒有去驗 所謂的他的染色體 如果說需要到 驗染色體才要的話 如果說國際的奧運 任何的國際賽事 認為現在全世界的趨勢 已經到了男變女 女變男 已經廣泛到了 因此影響到不同性別的 賽事的公平性的話 那他就增加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規則 增加之後再說 我覺得在沒有增加前 你沒有道理說 突然之間就說 他看起來像男生 因此我覺得他不應該去參賽 所以我覺得現在 大家都把它搞混在一起 更何況說 在這個目前的狀況底下 俄羅斯剛才預想講很清楚 這俄羅斯的背後 這一次俄羅斯 因為在國際奧運當中 他是被停權的 所以有沒有一個可能性他報復 他為了要讓這個國際奧運的賽事 看起來滿臉倒灰 所以我就跟你挑這些幾個 國家裡面的人 搞定這個天昏地暗 有可能 不無可能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變成說是 你不敢從敬要的角度去看他 你從這個 因為LGBTQ這個事情 因為在政治正確上面 確實是目前全世界的潮流 但這個政治正確 有沒有放到運動賽事之中 因此導致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沒有被正視 我覺得這件事情看起來 在今年是被討論到的 但是不能夠用 你沒有去訂定新的 遊戲規則之前 就隨便找兩個人 當戴罪高雄中 你看 大家都在搞政治正確 都沒有去正視到這些 運動員的公平與否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舉在 未來的國際奧運 可能去要思考這樣的一個 性別的問題 在現在的全球的 那麼一個趨勢當中 他似乎在運動賽事當中 應該用被不一樣的角度 去看待他 林玉婷她是我們中華代表 對女性運動員選手 所以應該懷疑她的人 要拿出證據來 去說為什麼你懷疑 而並不是說要她自欽 說實在話 她要怎麼講 分兩個層次 這個問題分兩個層次 第一是運動員本身 她個人要怎麼講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要尊重 但不能用懷疑的來人云亦云 你說懷疑性別 那你應該要拿出證據 為什麼你懷疑性別 就像有人懷疑政治人物的清白 你也要拿出證據來說 為什麼你懷疑這個政治人物的清白 而並不是說用影射的 用人云云云的 或是用抹黑的來指上罵懷 第二個部分 層次的部分 就是說這一次 我覺得賴清德總統還是 說實在話 她的做法無法認為是對的 就是應該要求是體育署 要求說相關我們行政院都應該 要打法律戰就打法律戰 要抗議就應該抗議 但是動作還是太慢了 照理講應該是在從林玉婷選手 他第一天被質疑的時候 就應該大動作要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是我們中華代表隊的 選手之一 講得不客氣的話 在奧運裡面 中華代表隊有輸過沒怕過 我們也沒有說成績過去 有多好多好 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因為說 作弊拿來拿取任何的獎牌 也因此在這一個 國家代表隊的一個形象上面 我認為我們國家就應該要 不管是蒐集資料 不管是嚴正抗議 官方的立場一定要把他出來 因為這代表都是我們國家的選手 賴清德開始是很低調 一直到要拿金牌的才出來講話 一定是被他罵死了 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國際權總說有他的標準 國際奧會有國際奧會的標準 國際奧會就說 25年前我們就不厭XY染色體了 這是我的標準 這個全賽現在是國際奧會在比 國際奧會的規矩就是這樣子 而且林玉婷說我沒有要報名 我是被邀請來參加 因為他是種子 我是被邀請來的 所以換句話說 我參加國際奧會 國際奧會的標準就是這樣 你要懷疑他什麼 對不對 除非國際奧會改代的標準 他標準就這樣 我就合不合他的標準 我就來比賽 他去驗鎬固酮 他去驗鎬固酮 你如果國際權總說 以後我的國際權總比賽 我還是要驗XY染色體 我還是怎樣 你去舉辦你的 你舉辦你的 不過國際奧會已經說了 2028年的時候 可能把洛杉磯奧運 已經不辦全賽了 因為國際權總違規他 已經不辦了 這滿可惜的 沒有全球比賽也滿可惜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我參加什麼 每一個單位 比如說我參加你這個辯論賽 他有他的標準 我參加你這個體育界 他有的標準 我就附和你標準就好了 你不服氣 不服氣是怎樣 對不對 他就是這個標準 我就附和他的標準 國際會也出來講了 那就是這樣子